记者刘婉军台南报道 媒体报道 英国伦敦金像学院日前研究证实 看偶像演唱会可以延售 信义公益基金会 今天下午在新营区 为65岁以上 长辈们举办一场任的演唱会 邀请金曲歌王 宪明又吉面包车 乐团现场开唱 陪阿公阿妈们回味青春梦 信义公益基金会 董事长林信翰出身于台南 是新营区姑爷里 今天下午的演唱会 就在新营姑爷带天府前举行 由后南风工作室 及姑爷社区发展协会 共同筹办 现场有来自新营区 29里的长辈们 超过600人参加 谢明又独特且富有感情的嗓音 一开口一首接着一首的台语老歌 熟悉的旋律中又有创新 不仅长辈们 还有不少年轻人 及小孩也听得入迷 有的还会跟着哼唱起来 任的演唱会 既年初在台南京寮老街 首度登场后 今天为第二场 姑爷社区乐林中心 及新生国小野 分别演出舞蹈及独轮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